大家好,我是威尔,欢迎来到X调查 一名女大学生准备出国前往罗马尼亚实习 她在晚上的时候抵达了当地机场 随后她需要转乘巴士 但她发现末班车已经驶离 因此临时决定乘坐计程车 在这之后,女子就与别人失去了联系 是什么样的人会对她下手呢? 接下来中文已经讲述一爷有利乡事件 故事发生在罗马尼亚 她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北部 北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维林 东陵黑海,海岸线245公里 欧洲第二长的河流多瑙河 经罗马尼亚流入黑海 形成了多瑙河三角洲 在罗马尼亚的东南部 为首都布加勒斯特 她位于瓦拉吉亚平原中部 是欧盟第六大都市 她拥有众多辉煌的建筑 素有小巴黎之城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日本人 他名叫一爷有利乡 这年20岁 出生于兵库县宝种市 那里是著名的温泉圣地 一爷有利乡 就读于盛兴女子大学 英语文学系 这所大学位于东京色谷区 为了方便学习 她离开家乡 搬到了东京士田谷区居住 一爷有利乡性格开朗 善于交际 时常在推特和脸书更新动态 很受欢迎 在个人简介中 她描述自己 喜欢粉色古典音乐 太底熊和甜甜的东西 此外她梦想成为一名空姐 对出国有着浓厚的兴趣 很想认识不同国家的人 体验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大学期间的一天 一爷有利乡偶然了解到了一个组织 它名叫国际经济商管学生会 简称ISAC 是世界上最大的学生组织 该组织具有全球性 非政治性 独立性 非盈利性的特点 能为大学生提供参加海外实习的机会 想要加入该组织 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比如会讲英文 而一爷有利乡大学主修的就是英文 对出国实习也很感兴趣 在了解到有这样一个组织后 她毫不犹豫的就报名加入 2012年 一爷有利乡如愿获得了参加海外实习的机会 她将在罗马尼亚教授日语 她已准备好一切 满怀憧憬的踏上了前往罗马尼亚的道路 但这趟旅程还未抵达终点 一爷有利乡就遭遇了不测 谁会对她下手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2012年的8月15日 2012年的8月15日 这天是个星期三 这天是一爷有利乡出发前往罗马尼亚的日子 随着飞机在跑道上出现加速 飞机载着一爷有利乡 离开了成天机场飞往奥地利维也纳 她将在那里转机 随后飞往罗马尼亚 晚上8点左右 飞机缓缓地降落在了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奥托佩尼国际机场 按照计划抵达机场后 一爷有利乡还需要乘坐火车 才能抵达最终的目的地克拉约瓦 从她所在的机场去火车站 需要乘坐巴士 离开机场大厅后 一爷有利乡马上就去了巴士站 这时她发现 这天的末班车已经发出 她没能赶上 要做的话要等到明天 一爷有利乡临时决定不乘巴士了 而是坐计程车去火车站 正在此时一名男子叫住了她 该男子走到一爷有利乡的面前 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男子自称是机场的行李搬运工 对机场附近很熟悉 能够帮她叫到计程车 一爷有利乡告诉男子 她要去火车站 男子听闻后 事宜跟着她走 一爷有利乡见对方的英文水平 并不是很好 两人沟通还需要靠猜 但对方看起来很热心 不像是坏人 于是一爷有利乡就跟着对方走了 没过多久 男子果然帮她找到了一辆机程车 男子接着表示 现在时间有些晚了 一爷有利乡一个女生 独自乘车有些危险 因此可以送她去火车站 一爷有利乡接受了男子的好意 并与男子一起坐上了机程车 时间来到了两天后 一位罗马尼亚当地居民 准备去国道一号的巴士站乘车 在距离车站700米处 该居民忽然发现 路旁的树林里躺着一名女子 她意识到情况不妙 于是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 大批警员赶到了现场 他们封锁了周边区域 勘察工作正式展开 报警人发现了这名女子 躺在去主干道五米远的树林里 已无生命体征 其身上覆盖着一些树叶 衣物有污损 身上有多处瘀青和擦伤 脖子上有明显勒痕 法医结果显示女子遇害时间是在两天前 因颈部受压 机械性窒息而亡 生前曾被侵犯 在距离女子60米的地方 警方发现了她的手提箱 从手提箱中的物品 警方得知了她的身份 此人正是来自日本的20岁女大学生 一野有利箱 手提箱中的钱包和手机不知去向 其他物品完好无损 警方推测 嫌犯将一野有利箱 带到树林里实施侵犯 之后徒手将其勒毙 逃跑时从手提箱里 拿走了钱包和手机等贵重物品 在确定身份后 警方对一野有利箱 案发当今的行动轨迹展开了调查 机场监控录像显示 一野有利箱下飞机后 一名男子上前与之搭话 晚上8点半左右 两人一起乘上了一辆计程车 并离开了机场 有目击者称 在当晚看见一名男子 与一野有利箱同行离开 接着警方对那辆计程车的去向 进行了追踪 他们发现当晚计程车离开机场后 行驶了5分钟左右 然后停靠在了一个巴士车站附近 在那里一野有利箱 与这名男子一起下了车 随后不知去向 警方认为该男子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很有可能就是他 在下车后将一野有利箱 带到附近的树林里试海 根据车牌号码 警方很快找到了计程车司机 对方描述了案发当晚 他搭载一野有利箱和这名男子 驶离机场的一些细节 他表示当晚这名男子用一口别角的英文 与一位女子交谈着 说要送他去火车站 两人上车后 男子却要求司机往火车站相反的方向行驶 没过几分钟 车上的男子告诉女子 乘巴士去火车站 比乘计程车快 所以半路他让司机靠边停车 两人就这样一起一下了车 司机驶离前 看见两人穿过了马路 随后不知去向 当晚司机就觉得那名男子表现得很奇怪 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因此对他的印象深刻 也记住了对方的长相 很快警方根据监控画面 以及计程车司机的口供 确定了那名男子的身份 此人名叫布拉德尼古拉 这年26岁 出生于布加勒斯特外的伊尔福福县 该县位于罗马尼亚平原的中心 是该国面积最小的县 布拉德一家住在伊尔福福县的巴洛特实地 他们的房屋是非法建造的 据罗马尼亚当地媒体介绍 布拉德的家族都是吉普赛人 他的家族成员有盗窃和抢劫的犯罪记录 他的一个堂兄因谋杀被判处终身监禁 吉普赛人是世界的流浪民族 以神秘形象著称 他们自称罗姆人 热衷流浪 不从事农业 一般在城镇或乡村居民区 寻求以流浪的生活为之生计 历史上多从事占卜歌舞等职业 吉普赛人与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 别人对他们的印象大多是负面的 布拉德一家都是吉普赛人 附近的居民对他们一家也都十分谨慎 尽量与他们保持距离 据查布拉德自己也有多项犯罪记录 从2011年初到2012年8月 这仅仅一年半的时间 他先后因涉嫌抢劫 盗窃 侵犯女性和谋杀等罪名 留下了六次犯罪记录 也有了一项案发的一年半前 2011年2月的一个寒冷夜晚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妇人正在自家屋里睡觉 老人名叫米亚 身体虚弱患有疾病 早年在巴洛特时期的纺杀厂工作 目前靠领取养老金生存 他住的这栋房子窗户破损 房顶由便宜的塑料板搭建而成 这天凌晨三点 在黑暗中 一名男子突然闯入了米亚的家中 米亚听到动静后被惊醒 这名男子正是布拉德 米亚醒来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就被对方击中了头部 瞬间眼前一黑摔倒在地 布拉德上前冲他大声喊叫 让他把钱交出来 米亚没有做出反应 接着布拉德继续殴打 回忆起这段经历 米亚称那个夜晚 就像一场难以想象的噩梦 给他留下了无尽的痛苦 他宁愿自己当时把钱都给了布拉德 米亚的邻居称 当天晚上他听见了隔壁有可疑的声音 于是他穿起衣服 准备去米亚的院子里看看发生了什么 他打开房门后 看见一个男子的身影 以飞快的速度越跑越远 消失在黑暗之中 第二天 米亚与他的儿子去警局报了案 但警方并不知道嫌犯是谁 几天后 布拉德又犯下另一桩案件 他找到了米亚 年轻时同在仿杀场工作的艾米利亚 对他实施了同样的罪行 艾米利亚家中有好几间房 当布拉德侵犯他时 没有人听见这位老人微弱的求救声 布拉德随后拿走了艾米利亚的养老金 此后布拉德几乎是以相同的方式 闯入另外三位老妇人的家中 在侵犯他们后 拿走他们的钱和贵重的物品 其中两名老妇人在被殴打后不久去世 他们全部都70岁以上 基本丧失了反抗和自卫能力 遗憾的是 由于缺乏来自法医的DNA检测结果 警方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将布拉德逮捕 值得一提的是 事发的2011年 DNA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警方缺乏DNA证据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没有这项技术 而是经费不足 截至2011年底 当地法医研究所 拖欠款项金30万美元 由于缺乏资金 法医研究所 无法对现场留下的生物痕迹进行检测 因此警方也就无法确定 布拉德是否是凶手 尽管有监控拍到了布拉德出现在老妇人家附近 还有目击者的证词 但这些证据显然是不够的 主检察官以证据不足为由 未对布拉德发起指控 布拉德因此能够继续自由活动 他在各个地方继续作案 有报道称 除警方记录外 布拉德造成的受害者多达600人 直到2012年8月才结束 这个月发生了一爷有利乡案 一爷有利乡当天离开日本后 他的父母一直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他们担心女儿在国外遭遇不测 于是联系了日本驻罗马尼亚大使馆 并请求对方的帮助 大使馆通过外交手段 敦促罗马尼亚当局 积极寻找日本籍国民一爷有利乡 这一举动显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他间接提高了 罗马尼亚警方的破案速度 对嫌疑人布拉德的深入调查 也有序展开 作为幸存者之一的80多岁的米特雷 也曾遭到布拉德的侵害 在得知了一爷有利乡的案件后 他向警方控诉道 如果警方在之前就将布拉德逮捕 一爷有利乡的悲剧 也许就不会发生 一爷有利乡遇害的五天后 警方向法院申请了 对布拉德的预防性羁押 以防他再次犯罪 在询问过程中 布拉德始终拒绝承认 侵犯并杀害20岁日本籍女子 一爷有利乡 但他承认当天自己 确实在机场见过对方 但之后就独自乘坐巴士 返回了巴洛特什地的家中 警方查询了一爷有利乡的手机 根据基站记录 该手机最后出现的地点 就在布拉德的家中 另外警方后来也找到了 一爷有利乡丢失的相机 相机的持有者称 该相机是他从二手市场买来的 卖给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布拉德 基于已掌握的这些重要证据 案发六天后 警方将布拉德正式逮捕 在布拉德犯下的一系列案件中 他都对受害者施加暴力 因此他被怀疑患有精神病 精神病学家迪亚科努称 布拉德这样的人 很难与女性维持正常关系 他只好寻找那些受害者 他将快乐与暴力结合在一起 以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 获得快感 迪亚科努说 在连环杀手杨黎玛鲁身上 也曾发现过这种行为 后来他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病 杨黎玛鲁在当地很有名 被称为布加勒斯特吸血鬼 案发22天后 经过检测和比对 法医见识人员证实 在一眼有力香身上和衣服上发现的DNA 与嫌疑人布拉德匹配 同月布加勒斯特总检察长办公室 承认过去在调查嫌疑人布拉德的过程中存在疏忽 两名检察官被认定玩忽职守 并被纪律处分 案发4个月后 一眼有力香案 在布加勒斯特法院开庭审理 经过漫长的3个月审理 布加勒斯特法院做出了宣判 被告布拉德尼古拉谋杀等多项罪名成立 判处终身监禁 值得一提的是 罗马尼亚早在1990年已废除死刑 因此终身监禁是该国司法的最高罪行 宣判结束后 布拉德不复判决 并于半年后提出上诉 随后罗马尼亚高等法院 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此案发生之后 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 网上对案件的讨论不断 人们为年轻的一眼有力香的去世感到惋惜 关于一眼有力香受害的一些细节 也有各种版本 有小刀消息说 他的实际遭遇 比官方公布的还要惨 与日本民众态度截然相反 罗马尼亚一些媒体在报道此案时 对身为受害者的一眼有力香横加指责 认为他防范意识和危险意识不高 才让自己身陷险境 这些声音也十分尖锐 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 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 他向我们展示了 日本女人有多蠢 受害者说他正在学习英文 但我认为他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在罗马尼亚的一档电台节目中 一位女DJ说 我不敢相信有人会跟着一个 突然叫住你的陌生男子上计程车 罗马尼亚媒体 没有对一眼有力香的遭遇 表现出任何惋惜 而是摆出了受害者有罪论 布加勒斯特机场公共关系负责人 瓦伦丁伊奥尔达基也表示 实际上任何人包括犯罪分子 都可以自由地出入机场 尽管罗马尼亚是欧盟成员国之一 但它是欧盟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 治安水平最差的 在罗马尼亚机场 有一群人专门等候着 不会说当地语言的外国游客 寻找机会接近他们 为他们安排计程车 从而赚取小费 布拉德正是这群人中的一员 那么伊叶尤利湘真的像罗马尼亚媒体指责的那样 没有丝毫的风险防范意识吗 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 可以反映出他的心理变化 2012年8月8日 出发前往罗马尼亚的一周前 伊叶尤利湘在推特上发布推文 罗马尼亚人真好 好期待培训啊 自立行间透露着他对罗马尼亚之旅的憧憬 激动之情异于言表 8月14日在出发的一天前 伊叶尤利湘透露 他将在第二天11点15分 从成田机场出发 之后他连发三条推文 表示自己的担心和焦虑 我的天啊 我真的要死了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要不是BS成员送行 我现在绝对会拒绝 我的胸口因焦虑而疼痛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 我胸口疼并且想吐 不是有什么问题 只是担心了 和梅桑在电话里哭了好久 稍微冷静下来了 从他的推文可以看出 原计划似乎是出现了什么意外的变动 甚至让他产生了拒绝去罗马尼亚的念头 8月15日 伊叶尤利湘乘坐飞机前往罗马尼亚 他在奥地利维也纳转机 期间发推称自己在维也纳购物很开心 但在兴奋之余 他仍然为自己将要独自一人 在深夜乘坐火车 去目的地科拉约瓦感到担忧 他说 从这些推文可以看出 伊叶尤利湘在出发前一天 可能被告知了完全不同的行程安排 他知道没有人会来接他 自己将独自一人 坐业车前往目的地 他对即将面临的困境和危险 多次表示担忧 当伊叶尤利湘身处异国他乡时 有陌生人表示愿意帮助他 或许他感受到了一分温暖 缓解了他的焦虑和担忧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因为相信陌生人的假善意 而葬送了生命 从上述内容可见 伊叶尤利湘绝非罗马尼亚媒体说的那样 毫无安全防范意识 此次事件中 伊叶尤利湘参加的组织ISAC 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引发了热议 有人认为伊叶尤利湘之身一人 前往陌生国家 该组织应当安排人员 在机场接应 以保证他的安全 但或许因计划临时变更 而没有人员这样做 这样的疏忽 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事发后 人们密切关注着该组织的动向 但他们拒绝发表任何观点 也没有就此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甚至在电话采访时 他们只是简单的表示 不予置评 直到8月20日案发5天后 ISAC才在官网上发布了一段通告 内容为 考虑到死者家属的意愿 我们将不对此事 做出任何解释 自始至终 他们并未向去世的 一言有利湘表示哀悼 在一言有利湘与家人失去联系时 他的弟弟出于担心 在推特向ISAC日本峰会的官员 咨询他的下落 但是没有人对此做出回应 有不少之前参加过 ISAC安排的海外实习学生表示 他们曾与一言有利湘 有过类似的经历 即没有得到组织的妥善安排和合理帮助 另一位曾加入ISAC日本峰会的人士透露 在透过组织作为中间人介绍后 实习学生本人与当地分支机构 商量日程安排和详细的会议是惯例 但如果日本峰会真的可以不负责任的话 他也应当做出回应 向一言有利湘表示哀悼 一言有利湘案件发生之后 舆论对这个组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他今天仍然活跃在世界各国 帮助大学生去国外实习 时至今日 布拉德仍在布加勒斯特的监狱服刑 他的一生犯下多项罪行 对许多受害者造成了严重伤害 而他也将继续在监狱中服刑 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